王继怎么看司马南 坏人跟方舟子一样 这是世界上最坏的两个人的组合 知道吧 就不需要评价他了吧 那就是我其实我觉得 这世界上有很少有些人的基因是坏的 但是真的有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基因的分布 它也是正态的 大多数人呢 都是善良的基因 占绝大多数 但是也有些人会有基因突变 你就比如说方舟子 这个人他就是个坏人 他的基因有问题 这个现在因为技术还不太进步 就是说没有办法把他那种 作恶的基因敲掉 所以这种人他其实也挺可悲的 天生就是个坏人 司马南也是 就是他本质上的是个坏人 他历史上曾经由于某种原因 侮辱歧途做过好事 你比如说方舟子和司马南 早期的时候 他都误入歧途曾经做过好事 但是无法改变 他们是个坏人 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是他基因坏了 这是大自然 上帝在投骰子的时候 他们就被一个坏基因所选择了 大家不要认为 这个是我自己对他们偏见 真的不是 我自己做新闻 是曾经见过很多 那种发自内心恶的人 你就比如说有人杀人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职业杀手 这个人杀过十几个人 他最后杀人有快感 你想我们正常的人 我们杀人你想想 我们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别说杀人了 我杀鱼我都不敢杀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 我去我女朋友他家 他父母说 你把那鱼杀了 我在厨房里都杀了半个小时 没杀掉一条鱼 害怕 你知道吧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情绪反应 是不是 但是有些人 他杀人可以活得快感 那我就在想是什么原因 我最后觉得除了他从小的生存环境以外 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基因坏了 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其实也有证据 就证明有些人的基因 他先天就有问题 美国有一个人研究 他自己的家族里头 每一代会出一个杀人犯 每一代会出一个杀人犯 最后他自己把他自己的研究报告讲出来 当然他认为先天的因素可能占40% 后天的因素占60% 但是基因这个因素确确实实 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 你像方舟子和司马南就属于基因 我觉得坏了